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叔一开始是因为女主角很渴 所以帮忙 没想到每天要看他们撒狗粮 真的是工具人的命 男友还整天使唤大叔干活 真的是他妈的 他们来到了其中一个拍摄地点 女主角要在这里拍摄在山上烹饪 What the 竟然只是煮Maggie面 大叔准备的配料不足 还要被男友责怪 他妈的 What the 两人还一直秀N 还只顾着自己吃 大叔都没得吃 他们来到了旅馆 因为旅馆很贵 所以唯有只租一间 老板看到天气有变 建议他们明天不要上山 可是男友说 自己已经叫大叔查了天气报告 明天是晴天 应该没事 女主角剥成皮 也只是他和男友两人吃 唉 大叔真的很惨啊 男友叫女主角先去洗澡 然后和大叔说 自己明天有计划 他想和女主角求婚 他叫大叔要好好拍起来 然后现在要去和女主角一起鸳鸯浴 大叔真的很羡慕男主角 他妈的还可以鸳鸯浴 不看白不看 大叔偷偷的去偷窥 晚上三人铺好了船垫 准备睡觉 嘿嘿嘿 男女可能就这样睡觉的 男友和女主角以为大叔睡着了 一直咿咿咿咿 大叔只能不爽的装睡 隔天他们上上一路拍摄 天气还算晴朗 可是一个小时后却变天了 他们只好在上上搭起帐篷 来躲避暴风雪 这里完全没有信号 他们不知所措 还好大叔有准备多余的水和食物 还要被男友嫌弃 过了一段时间 越来越冷了 男友决定出去找救援队 女主角很不舍得 男友说没事的 他去去救回 男友出去没多久 女主角觉得尿急 自己出去外面方便 女主角被暴风雪 弄得一身湿哒哒 他觉得很冷 大叔建议女主角 把湿哒哒的衣服脱掉 本来女主角不肯的 可是大叔偷偷穿软包 让女主角感觉到温软 女主角真的很冷 只好脱掉衣服 大叔也就趁机 用肉棒帮他群软 他想要了 嘎嘎嘎嘎 过了一天 男友带着救援队来到 女主角赶快的假装没事 男友也接这个机会 向女主角求婚 女主角答应了 故事结束 看完这个故事 我明白到 原来 是群软的最好方法 拜拜